是民主的程序 民進黨要對自己的政黨 對蔡英文總統或我本人要有信心 的確過去的初選都造成某種程度的傷害 但是我們要就一次利用這個機會 打造一場典範疾的初選 我在昨天也已經跟社會公開表明 我個人一定遵守我競選第二任市長的時候 所推動的公務政策 就是不成立總部 沒有宣傳車不查及時 沒有看板也沒有招式活動 那我也鼓勵民進黨的黨公司 大家不必選邊站不要為難 因為接下來大家都還要在競選 第二個呢 派系休憩 組織也不要動回去 我們大家都為了台灣 為了這個國家 我們好好利用這個初選的平台 清楚跟社會大眾說明 過去兩年來 我們的作為 我們的改進知道 後續要把台灣帶領到哪裡 我們要清楚跟社會報告 民進黨存在的教肆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利用初選的平台 讓人民知道 民進黨的使命 民進黨的責任 讓大家有機會從競爭市